有国名为大师 大师国太子墨林川重达四百千 大十六年 皇帝为两国立地指婚太子 与如花国公主成亲 可大婚再即之时 太子却与密谋篡位的二皇子起名中 神秘时中 你来抓我呀 二皇子你来抓我呀 小美人 刺不刺激啊 哎呀 会想 太子在那处 哎呀 大大奴才 竟敢对门关无礼 你你是何人 我乃欲见那刀是为统领苏范范 奉陛下口语 来你宫中 调查太子失踪一时 这个太子 这个太子 都已经失踪这么久了 你一个带刀侍卫 这么中心耿耿 你有什么意义呢 我看你长得不错 要不然 就给我当侍女吧 二皇子 我们来了 竹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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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人呢 赶紧给我去抓住他 抓住他 你 这是哪里 尘尘会有如此怪异 二皇子的结果 怎么会有这样的密道 定材一定在此处 这样 小刘 你爸爸把衣服拿过来一下 你是何人 太子在哪 不走 衣服包好了 别说说 我杀了你 你到底是谁 不说是吧 你自己看 你为何有太子殿下的戒指 你就是太子殿下 我乃半山玄斧 刘思 太子怎会如此情愁 应该是我弄错了 失敬 刘大人 在下是御前代道 侍卫统领苏范范 请问您可知太子殿下在何处 我这就去禀报太子殿下 嗯 妥协 你在此地稍等片刻 莫总 这人倒是和太子殿下有几分相似 龙瘠 龙戒 难道 太子殿下 苏范范 我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界 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休想抓我回去 看看灯嘛 快还是我的车快 殿下 陈瑶带你回去 看你们还公主成婚 这样你就有实力 被抗二皇子了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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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了今日真能先敷衍敷衍大人 你哪来干嘛呀 陈在路边借来的 殿下 陈带你回家了 今日乏了 明日客服 也行 殿下 我们该回去了 小刘 把他赶走 殿下 殿下等等 苏范范你又要做事 有毒 幸好我在殿下身边 不然殿下就危险了 殿下 我们该回去了 别急 本宫念你护驾有功 特意赏你一杯 谢殿下 只是陈不胜酒力 喝完之后怕胡言乱语 那你是要抗水 殿下 这是什么酒 喝完之后 为什么头很晕 三百年前 可没这么烈的酒 烈酒 我 醒来 你就回到大石国了 祖范范 回去以后好好保重 太子殿下 你不跟我一起回去了吗 你还要和我回去 和如花公主成亲呢 本宫的婚事 轮不到你个侍卫插手 我不回去 你要回去 我不回去 你要回去 我不回去 要回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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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谁都别回去了 我要去工资 别跟我 殿下 殿下 不过 我要去楼上拿一件东西 嗯 我陪你一起去 看来那是出杀手锏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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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你要干嘛 你是不相信我 嗯 相信 只字之首 与此回宫 等我 儿 好 啊 好 啊 啊 啊 大使国益前代道士卫团队苏首领 你是人 在下正是太子殿下清点的半山巡抚牛司 嗯 原来是刘大人 十计十计 我们现在回宫 那太子殿下呢 嗯 太子殿下随后就到 那我们即刻处罚 请请 酥饭 你可要多多补充啊 小舟 帮我订一张去外地的机票 快点 好嘞 刘院长 对 是我 刚刚送过去的那个人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过两天就放了 我问了 你起来 我问你 你 我问你 我问你 我还在这儿 他 为什么我还在这儿 难道真的回不去了吗 哎 死我犯犯你 你好大的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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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先安抚住他的情绪 再想办法摆脱他 苏芬芬 你是为御前盖刀侍卫统领 哭哭啼啼成何剧统 简直犹如我皇家颜面 只是万事不利 愧对殿下的信任 我 不能回去向陛下复命 那臣只好 勇别了太子殿下 爸爸你干嘛 殿下 臣没有完成使命 只能以死谢罪了 你说了吧 臣的使命是带您回去晚婚 现在看来不能实行 你的使命 不应该是保护我吗 殿下 别动 别动 坐那儿 抱歉 殿下 趁有青春了 趁给你伤到吧 你 还痛吗 不痛 不疼就好 其实 你笑起来挺好看的 别老板这儿 殿下 臣还有一事 说 臣想先行离去 为何 臣想寻找回宫的方法 方法不用找了 我已经找到了 流星雨夜 我回到了三百年前 十几年前 一场流星雨过后 有五个人离奇失踪 据史记记载 三百年前 在承西的某处呢 有着五个人的记录 所以据我们推断 一定是那场流星雨 带他们回到了过去 思雨说 我们只要跟着流星雨 就能回去了 聪明 那我们该怎么做 先得适应现代的生活 怎么做呢 嗯 嗯 嗯 哇 爸 真正好好看 嗯 我看也挺好 林小姐你要不试试这件 跟你身上挺大的 滚开 别打你脏手碰我 宝贝女儿 嗯 晚礼服啊都做好了 今天晚上 咱们在莫林船面前 要好好的表现表现 好吧 爸 别说 林小哥哥在干嘛呀 坏坏小物 这孩子啊 责任心强 估计现在还在公司里头 哎 一先就想工作 这个不够短 这也不够短 这也太短了吧 还有更短的吗 林小哥哥最喜欢工作了 小娘怎么了 短点裙子才好看 哎 这男人有点事实我也这么长 这女人 我够你弄走 你谁啊 她是我的贴身保镖粗饭子 保镖 你的保镖可真好 居然敢动我 让你看看我的保镖 上啊 哎 哎 痛痛痛痛痛痛痛 林小哥哥 怎么搞的 叫她放手 可欣 以后对我的人说话还是注意点 放手 没事吧 伯父 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 林小哥哥 哎 林小哥哥 晚上你不是要去晚宴吗 我来苏姐姐买几件衣服 就不麻烦你了 两个小女生闹着玩 你一个大男人想干什么 我还有工作和你谈 走走走 走 苏姐姐 可能是我误会了 介绍一下 我是麦囊集团省西天命师 林可欣 我带你去买几件衣服 我总会喜欢的 真的吗 欢迎欢迎 请进 怎么还不来啊 林小哥哥 那一块就完了 想进去 莫总 好久不见 不好意思 等一会儿 走吧 来不及了 咱们走吧 林小 还有今晚我 他马上就走了 我相信 他一定会去看前场的 莫总 我来了 大家为什么都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这一闪一闪是何物 难道是我的穿着又何不妥啊 哎 我们这里是高级私人会所 高级 你穿成这样 还想进去 赶紧走吧 你这个奇葩 你是何人 为何出言不逊 出言不逊怎么了 就你穿成大花棉袄似的 赶紧走吧 你 怎么着啊 你还想打我 以后在外人面前 千万不要叫我太子殿下 叫我莫总 好的太子殿下 莫总 我会让小刘 请快带你 是你现在的生物 不要使用武力 有本事打我呗 大家都来看看这个笑话 拦住他 顾总 对你是这么想的 可不是深事情 你被排除了 我会跟莫总说的 听见呗 说你呢 我说的是你 顾总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给我一次机会 顾总 这位小姐 我才是喜帕 这位小姐 顾总 不信兄台 不必客气 等等 你身上带的是 紫束香吗 这可是三百年的顶级香料 兄台损言极事 不过 在下有钥匙才神 先走了 等一下 事不相瞒 我最近 在研究一款宫廷糕点 缺的就是这种香料 你放心 你尽管开条件就行 这样吧 你带我进去 我就把这个香给你 这是谁啊 怎么就进去了啊 苏小姐 顾总 走吧 顾总 这衣服 这是我助理送来的 你就放心穿吧 你给我的这个 是什么机 这是手机 手机 现在还有不会用手机的人呢 真是让人意外 我说 我是从三百年前来的 你信吗 对了苏小姐 记得我们的约定 做我的杂志的封面女郎 明天就用这个手机联系我 对了 什么是杂志 什么是拍摄 明天你来了 我告诉你吧 一定要来哦 一言未定 哦 还有这个香囊 我带饮料给你的 不准给他 莫总 原来你们认识啊 哦 我是莫总的保镖 保镖 你管的还真宽啊 苏凡凡 你是我的人 你的东西 那就是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 还是我的东西 敢抢我的东西的人 那就不是个东西 莫总 什么意思 莫总 我已经带你 香香囊给我说了 我听不见 我说 我已经答应 把香囊给孤熊了 我听不见 我说 这个香囊答应给孤熊了 我怎么还是听不见 我说 我已经捅一百香囊给孤熊了 你看我们小两口啊 正在打闹 要是我呀 我可不好意思接着带你 莫总 你说是什么呢 孤总 你别听他瞎说 我跟他还没什么关系 你别误会 误会 那我回家 莫总 姑兄 我先走了 对不起啊 你等等我啊 有人吗 没人 你不是人啊 您是龙的传人 男的 你轻轻介了 我 为什么你这么在意这个香囊 他 你这意思 是 咱们 请大家 又吃醋的表现 我知道了殿下 你就是吃醋了 我吃什么醋啊 你才吃醋了呢 胡说八道 胡言乱语 一派胡言 出去 殿下 滚出去 为什么看到他俩在一起 我就这么气呢 我才不会先和你说话呢 你还在生气吗 素饭饭 看来还是你先忍不住 我赢了 我才没有生气呢 我又不是这么幼稚的人 昨夜的事是我不对 我向你赔罪 吃醋就好 为了赔罪 我今日跟你一块出去吧 出去 那也行 看在你生日的份上 一起看花剧吧 好的顾雄 太子殿下 您手里拿的是什么 你在和谁打电话 你怎么会有手机 昨天顾雄给我的 这个比飞鸽传说快多了 太子殿下 我今日告下一天 这个 我先收着吧 我 我 韩国老师好 这是苏范范 苏范范 你好 你好 愣着干嘛 抢我倒下 还不赶紧拿过来 赶紧拿过来 赶紧的 快 喊你呢 你还盗我 盗我干嘛 我打你的了 你 磨磨叽叽的 赶紧赶紧 还不快一点 莫总 这不是半堂集团的莫总吗 莫总您怎么来这了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了 我 敞工 莫总您别开玩笑了 您怎么会去敞工呢 小赵 快 给莫总拿个石墩 你们让莫总去那边休息吧 谁说我要坐 我要干活 干活 那让他去干活吧 来吧 放开 这样 觉得石墩应该放在这儿 来来来来 我们来这里 我看看 这个墩子不应该在这里 莫总 要不 你来 我来 现在 你可以走了 凭什么 这里好像是我的地盘 那我们走 莫总 我都已经答应给故兄拍杂志了 还要多久 最后就几块的功夫 很快就拍完了 那我先去干活了 莫总 你再这样 我很晚都拍不完了 拍完马上就回去好不好 那你早点回来 我给你准备了很多东西 好 我拍完了立马回去 那你早点回家 我在家等你啊 都包点中了 我们到底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呀 苏小姐到底还来不来呢 都散了吧 我记错日子了 什么 都散了吧 我记错日子了 收工 别睡了 起来了 大家过来 开个会 苏师尾 苏师尾 莫总 苏范范呢 你不是我在里头呢 我问你什么 你只管回答便是不要多嘴 他昨晚知道你为他办事宴影室了 好像很自责 一大脑就出去了 他怎么知道呢 我稍待 你 一块去 凌川哥哥 人家正好有个大事跟你说呢 几天后会有一场流星雨呢 代算推出一款流星蛋糕 流星雨 所以据我推断 一定是那场流星雨 待他们回到了过去 所以说 我们只要跟着流星雨 就能回去了 聪明 我们还准备了一个流星party 你觉得怎么样 咱们还是别搞这些流星雨 什么 我觉得流星雨可美了 我可喜欢看了 总感就是 看最美的流星雨 你怎么穿成这样子就来了 你不是喜欢我穿成这样吗 你穿出一个 晚上要开会了 那个流星雨 私下再说 好啊 苏小姐 莫总跟我干嘛 走 我带你去吃我们公司的甜品 不用了 我不想吃 吃甜品的话 心情会变好哟 算了吧 随便吃 我先走了 你知道吗 最近有人发现了 大师国 试穿已久的桂花膏配方 不过配方的香料 试穿已久 估计很难再复刻了 我还听说啊 这个大师国的太子 不爱吃甜品了 都吃到四百多斤了 四百多斤的大胖子 真是太好笑了吧 他怎么回事 李李他 走吧 我们走吧 上主 你凭什么让我们站住啊 你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 走吧走吧 哎 我怎么动不了了 你快给我解开 谁让你说莫总坏话的 我又没说莫总 他又不是四百多斤的大胖子 快给我们解开 想让我给你们解开 那你们告诉我 莫总最喜欢吃什么 就凭你还想追莫总 我才不会告诉你莫总 最喜欢吃桂花膏了 原来莫总最喜欢吃桂花膏 诶 苏姐姐 还做桂花膏呢 给谁的呀 莫总 莫总啊 这是我亲手给莫总做的 这个桂花膏呀 少了桂花蜜 桂花蜜 对啊 桂花蜜可是桂花膏的精髓呢 最后处 就在楼下冷空车就有 莫总 跟我抢莫总 莫总 莫总 林川哥哥 已经六点了 我们一起接接金总吧 等等 苏范范呢 他可能在忙吧 哎呀 今天我来送你贴身保镖 他人呢 我问你他人呢 军冷酷了 我安全车 孙凤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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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öst 福 有了 有了 这可怎么办 张姐姐 这里哪里有好吃的 我 我们回去吧 殿下 请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吧 张姐姐 你为何会犯工 殿下 明日不死 二王子怎么做你的位置呢 这里怎么提火 来人啊 救救宝负 来人啊 小帆帆 不可完成了 看了心血了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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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向神一前 带到神尾尊范帆 殿下 本宫害怕 别怕别怕 车来接你回家了 等一下 我要莫林川啊 昨晚说好来接我 现在都过了十万个小时了 也没有来 我不吃 金总你太看不起人了吧 莫总真的马上就来了 我到底什么意思啊 不吃不吃啊 金总您就吃一点吧 不吃 金总你啊 消消气 林川临时有事 你好点了吗 还冷吗 天 天 什么天 退 退 手 天 你当我才最小孩吗 如果一小时之内 莫林川不能够出现在我的面前 就别跟我谈什么甜蜜派送的合作了 我可是全国最大物流公司的老板 有多少人求着跟我合作呢 我这就去 找林川 好吧 快点了 我要找天心呢 不吃不吃 金 关机 我不想工作 可是这个叫金总的人 已经打了三十通电话了 那我还是去上班吧 伯父 金总呢 金总 早就被你寄跑了 听说 你为了一个小保镖 居然连金总都不去接 你太让我失望了 不管我总的事 是我 是我的问题 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 此时不管我总的事 我现在就去找金总道歉 你个小保镖 很好自己就不错了 哼 苏芬芬 天塌了还有我顶着 金总已经在路上了 我看你怎么办 这样的话 苏芬芬 你谁呀 怎么回事啊 磨磨唧唧唧的 到底在这里干嘛呢 金总 你好呀 她已经被我点穴了 她暂时不好动 真的不会动了 你好 我叫苏范范 是莫总的保镖 这么酷的保镖 苏小姐 你能教教我吗 其实今天我来 是想跟你谈甜蜜派送这个项目 好说好说 来来来来 你先告诉我就是 怎么做到的呀 合同嘛 我先 你先让你教我 对了 昨天我拉到酒店里了 来来来 林川 别把事情搞砸了哟 莫总 金总可是我们公司 重要的客户啊 要不还是打电话问一下吧 你面子太喜欢搜索范范了吧 范范在哪里呢 莫总 我们在酒店呢 酒店 为什么会在酒店啊 我和金总来拿合同啊 莫总 先不和你这儿了 忙的 范范范 我先出去一下 你确实是这个样子吗 莫总 合同我已经拿到了 莫林川 我本来还生你的气啊 不过呢 你有一个好的保镖 我现在原谅你了 我们以后啊 好好合作吧 签了合同 能签到酒店了 莫林川 你什么意思啊 莫总 你怎么了 你知道来酒店有多危险 他对你有非分之想怎么办 什么 莫林川 我们俩只是来取合同来的 本来我刚才给原谅你了 但现在我又生气了 苏小姐 你不要去他那儿了 我给你十倍工资 你来我这里 别动我跟着你 气死我了 莫林川今天晚上不过我跟三个小头 这合同不签了 今天我要是跟你签了 莫总 我这董事长也不干了 莫总 莫总 别吵了 你不能就不能 师傅 你来我这里上班 我给你发十倍工资 今天东东你还不跟我抢人啊 本身没有听话一大堆 小金 你不能这么跟莫总说话 师傅 他都这么欺负我了 你怎么不帮我呀 你是我徒弟 他是我老板 他被分比你大 师傅 师傅 我们什么时候去玩啊 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呢 我们要不再聊 话怎么那么多 还好啦 终于搞定了 苏小姐 我给你了 苏小姐 我给你了 苏大 这次你确实是立功 不过 我说的不是去景点 走过来家 今晚不醉不归 苏小姐 我给你了 苏小姐 我给你了 苏小姐 我给你了 苏小姐 我不再这里吧 苏小姐 我不在这里吧 不行啊 天下 我还要带您回去盛婚 想陛下奉命的 太子 谁要的太子啊 我不想去一个见都没见过的人 我不用 我要去自己喜欢的人 自己喜欢的人 殿下 你喜欢谁 我帮你把他给抓回来 我不管 咱们还是要回去 不要 我不要 那你想当 那你就当事啊 殿下 您这不是折煞为成了吗 我 我起来 我让你当 你就得当 是谁 是谁 为何出现在太子起宫 我是谁 说出来吓死你 我是太子殿下 那你猜我是谁 我知道 你是那个 御前代道侍卫统领 苏范 那你猜我是来干什么的 你是来带我回去复婚的 我们即刻启程 我不是 是 我不是 是 我不是 你是 我不是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不会送他回去 那 那你这是 无为抗皇命 那就判我死罪吧 三天后 本事迎来近十年最大的一次游行语 假的 可是我觉得这应该是真的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带你回去复婚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不会送他回去 你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毕竟 这才是你来我这边的目的 还有三天就到流星雨了 我们可以出去买点东西 带我去 烧饼 走吧 这个是给我爹的 这个是买给我那个刚出生的小侄子 他肯定没有见过 还有一个 你们结婚礼物 这 殿下 说 我和规矩吧 我们还是在现代 男女之间 就是可以拥抱的 至于那些规矩 回去以后再说吧 别这么去着了 马上就要回去了 开心一点 殿下 我们去哪儿看流星雨 去哪儿看流星雨 那我想一下 你好好地想一想 一定要找一个好地方 那个地方一定特别让我们找 殿下 你看我找的不少不错吧 流星雨已经来了 殿下 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们怎么还没回去 苏大大 回不去了 流星雨能回到大石坡 都是我瞎编 难得是假的 都是我的谎言 我们一辈子都回不去了 不可能 我有办法的 我们再等等 我们怎么想什么 殿下 殿下 苏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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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回去 你要回去 陈的使命是带你回去晚婚 你的使命 不应该是保护我吗 你怎么撑撑这样去了 你不是喜欢吗 苏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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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就是你们真实的故事吧 好想继继继续听下去啊 苏范范到底去哪里了呢 你们两个又在这村故事 赶紧去房去 医生 林川的情况有所好转吗 我先生的生命体征已经平稳 不过最近的心电波动比较大 证明你讲故事是有用的 如果能够持续的话 应该会有奇迹的发生 好的 谢谢您 林川 你还有什么故事没说完吗 喂金社长 有什么事吗 大师不好了 我跟你讲 那个莫林川的漫画 他出事了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啊 我明天就过来 金社长 苏小姐 那金社长你起来 怎么了金社长 苏小姐 这些都是莫林川的读者 寄来的刀片啊 这么多 你说 他漫画画到一半 人就昏迷了 这些读者 都得寄刀片抗议啊 再不连载 我的漫画社就要逃避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也希望林川赶快醒过来 苏小姐 你都陪他这么久了 莫林川旦旦有点良心 早就该醒过来了 重点现在是漫画 再不连载 接着 接着 还有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啊 为什么男主摔下桥又失忆了 女主为什么又求是了 苏小姐 我求求你 林川还有没有收稿啊 那我再回去好好找找 靠你了 苏小姐 我相信 你是最棒的 又来到了这个地方 林川 你还记得吗 苏林川啊 说好给我去投税就会 为什么跑啊 我的大小姐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 我跟你去不是给你丢脸 好了 外卖员怎么了 你是我男朋友 等我换个话赚了钱 我才行 说到漫画我就生气 为什么在你的漫画里 我是公主 你是侍卫啊 不管 我要当你的侍卫 你来当太子殿下 我保护你 好不好 你的太子殿下要去送外卖啊 我陪你去吧 送外卖 在 从现在开始 本太子任命你为 御前带刀侍卫统领 好 给你第一个任务 就是不准陪我送外卖 自爱你了 自爱你了 你 上次了 怎么了宝宝 宝宝 大哥哥你醒醒啊 哥哥你醒醒 凌川 凌川你怎么了凌川 哥哥为了救我溺水了 凌川你醒醒啊凌川 凌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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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没法和你一起去北方吧 我不想耽误你 傻子 回来了 太好了凌川 太好了凌川 公司派我去北方工作 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 嗯 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好不好嘛 你不想和我一起去吗 怎么会呢 你去哪我都陪着你 对不起 凌川 我不能耽误你的大好前程 从来都不是我的负担 你怎么不明白呢 凌川 你怎么还不醒来 你真的只把我们的故事写了一半吗 这能够成是凌川手稿的后半部分 看来 我们的故事 还没有完结 凌川 我找到你的手稿了 我们的故事还没结束 我念给你听 终于回来了 有请八号苏护卫登场 天下啊 人家可是你的铁身像侍卫啊 你不是忘了人家 误会有小军就坠迷掉 你看 这就是沉默你传练出来的劲 莫总 自从你上次摔下来身以后 一直在念苏护卫 我们已经想尽办法了再找了 这已经是第三次 苏护卫到底是谁呢 不好意思 莫总 这位是逃掉掉的 要不您先回去休息 您 过来一下 殿下 我回来了 这次我不会再逃避了 我会一直在您身边守护您的 不是 你走吧 殿下 你们在干嘛 怎么 给他车费不够 小刘 车费爽倍 走吧 小刘 殿下在干嘛 别叫我小刘 你叫我刘总 走吧 你放开我 殿下 你忘了我了吗 我是大师和侍卫统领 速放开呀 我们一起去冷户的事情 你都忘了吧 殿下 我速放开呀 殿下 殿下 其实你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林川哥哥 近几天 你晚上做梦都会喊着侍卫二字 我只是想 帮你快点想起来吧 想不想得起来 都没什么大碍 还好有你在我身边 他怎么回来了 林川哥哥好 瑞士也忘记了他 这次 我一定要取代他的问题 给我拿杯水 你看 怎么是你啊 你不记得我了吗 你是 苏护尾 你想起我来了 昨天不是应聘见过吗 戏言得不错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是苏范范 别入戏太深了 想要办个大款 也不能找我这种地狱级别的吧 你怎么回事啊 你 什么大麻狗都敢成了我莫总 到底谁啊你 我认识莫总 全世界的女人 谁不认识我莫总 没什么事 赶紧滚 我不会走的 那我走 别再跟着我 最新安保什么状态 什么人都放在我 甜蜜派送 是甜蜜派送位 听说这里的第一名 可以跟莫总一起参加晚宴 好想参加哦 跟莫总一起参加晚宴 听说要参加一个外卖比试 要获得第一名才可以 不好了不好了 丁小姐 苏范范过来弄事了 人呢 已经被我拦在门外了 小刘啊 你认识苏范范吗 我认识啊 你再说一遍 丁小姐 您放心 我不认识她 很好 从今天起 我不希望莫总身边任何一个人 去住苏范范 我今天 能顺利取代苏范范的位置 都可以了想聊你 我会好好讲理你的 把人都叫进来吧 我要召开员工大会 今天召集大家来呢 是想感谢大家最近的付出 大家辛苦了 这边大家 都是莫总身边的红人 肯定知道 他身边的苏范范小姐吧 约绳 都认识 看来大家 都认识苏小姐 那么你们 可以离职了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李总 你怎么这样 什么意思啊 我们可是都老员工啊 这样一川身边 就没人记得他了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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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你 外面王 教教我们吧 一个合格的外卖员 手边是拼手速 只有抢到更多的订单 才能脱颖而出 电动车是外卖员 必备武器 所外卖只有一个子 快 天下我功为快 突破 你好 一个外卖 还早 好啊 那就给你个唱评吧 小卖员工 你刚刚把我车锁了 谁醒了 不知道不能听他吗 对不起 当一个合格的外卖员 好难啊 外卖员工 你是在供应我 叫给我滚 你问你是什么大名秘啊 没有你 我还有新卖员工 低卖员工 刘导 你 别管来别逃 记得好 我看看吧 你好 你个外卖 外卖都湿了 什么湿怎么湿啊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可能是外卖雨下太大了 我没注意 每个外卖都送不好 你还能干什么呀 差评 别给差评 我我 我再重新给你送一份 等你送过来 我都已经饿死了 行了 看见你就倒胃口 会气 随便给我放干净点 Secret baby 我是Angry baby 你是谁啊 我管你是什么baby 这里 是甜蜜派送宣传片 的拍摄县程 我是莫临川 莫总 你可以滚了 对不起对不起啊 你参加甜蜜派送 不会是为了跟踪我吗 别白费心思 莫总 我一定会想证明 你曾经认识我 我们去再见 等等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叫苏范范 我倒要看看 你想干什么 小刘 甜蜜派送总决赛 加个名额 咱们快 我 nuke 有谁救救我吧 救救我 姑娘 你救救我吧 阿姨 我父不是捧子的 我宣布 有谁救救我吧 阿姨 我父母是捧子的 阿姨 你父母是捧子的 我宣布 恭喜你啊 你被淘汰了 为什么 你怎么回事 明明是这个小姑娘把发挂送到我手上 你怎么淘汰她呢 小刘 你跟我玩音的是吧 叫什么小刘 叫刘总 比赛是我办的 规矩是我定的 谁说的 我的规矩才是规矩 小刘 回去洗钱 这是 这是林可欣 你赢了 殿下 什么殿下 第二关 胆量测试 有请选手苏范范 胆量测试 没在怕的 选手苏范范 本轮成绩 零分 你还要抱多久 下一位 您好 您跟范范 您好 您好 怎么把她带到这儿了 可是她看起来很想你 算了吧 我照顾不了她 谁呀 范范 你怎么回来了 我们把她带回家吧 算了吧 你不是不喜欢狗吗 来吧 这毕竟是你前面有的狗 没想到这么快就完成了 你好大的胆子 不是让你把狗扔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狗是狗 它是她 牛肚扔了我 看我不揍死她 开门 快出去 出去了 就不要回来 你还是把她带走吧 我照顾不了她 连他狗都照顾不了 你算什么男人 以后我来照顾她 这一关可是我刻意为你来看的 你没法完成 恭喜最后一名参赛选手 苏范范 喜提安慰奖 毕竟 中在参与嘛 那我的第一名就是 小甜甜 真的是我吗 我是第一名啊 恭喜 第一名来着不易 是不是该给我吃饭啊 饭饭 这么多机会 我都没有把握住 喂 喂 苏小姐 很感谢你让我找回了我的狗 我决定 把甜蜜晚宴的券送给你 真的吗 苏小姐 恭喜你 这是甜蜜晚宴的 邀请卡 谢谢 为什么是订婚宴呢 对啊 是莫总和林可欣小姐的 订婚晚宴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不过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苏范范现在婚恋自由 可还是要找人文章户对的吧 对不对 也是 记得来哦 你可是大功臣 不去 这下灵魂 你有点给我发钱金来 房屋出租 房租半价 水电全免 莫总 这杂志拍出话题 怎么会有你啊 对了 为什么会有我呀 莫总 这是现场的产物 这是现场的产物 风味杂志怎么可能会有你 站住 心虚声 批板举起来 继续播放 苏范范 风味杂志的封面 怎么会是苏范范 为什么它会在哪 我为什么会在化学里 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 这房子啊 这房子啊 虽然破了一点 淡空调啊 水电啊 还有些家具啊 都应用尽有的 来坐吧 我给你倒杯水啊 来个吧 来 喝水 房租不用急啊 住咱们这房子的人 也没有什么特别想救的 也不用 这什么 小癖 你说袜子嘛 那个 就像女人一样 都伤品 你看 我不也穿了 别踩 女人才不是伤品呢 我 喂 顾雄 喂 刚才 你现在在哪呢 做房子的 那还在这里吗 别打了 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放过吧 顾雄 别打了 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放过吧 顾雄 这房子 真的只要六百块一个月 这不会是你自己的房子吧 嗯 握不住 哎 范范 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你就一个人住在这吧 我你还不信吗 我不能接受你的好意 这样吧 我按市场价收你房租 我是房东 你是房客 这样都行了吧 范范 我们还是朋友吗 嗯 太子在哪儿 有毒 你 立正 天下 乘来接你回家的殿下 送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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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辰哥哥 在什么呆呢 我们今天知道了 你看好看吗 你不是说不认识他吗 封卫杂志的照片里 为什么会有送饭饭 为什么我也在那儿 林辰哥哥 你误会了 那不是你就是个产物 怎么可能会是你呢 手指掉的智商有问题吗 你去哪儿 找他 顾志恩 苏范范不见了 你有见过他吗 我不知道啊 你除了不知道还会说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啊 顾重 苏范范 范范 我已经什么都想起来了 以后你在哪里 我又在哪里 你干嘛 这里是我家 范范 你跟我回去 我来解释 这里是我家 这是我们的私事 你能不能别管啊 这里是我家 范范范 以前我对你客气 现在为了范范 我也不会放过你 你试试 试试就试试 别吵了 范范 你怎么了 身上哪里不舒服 范范 你怎么了 我带你去医院吧 我带你去看全国最好的医生 别吵了 我来月室了 范总 你走吧 听见没 你走吧 范范 你真的要我走吗 你走吧 再不走报警吧 我自己走 等一下我们晚上要吃什么 晚上 现在才中午呢 吃火锅吧 我想吃火锅 好可以 但其实早上吃玉米吃得好饱啊 这么多准备 该怎么去呢 好啊 你是第一次给女朋友买卫生巾吗 确实没生巾 我跟你讲啊 白天的话呢 我觉得用这个就可以了 晚上的要用这个 范总 你怎么会在这里 董事长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会出现在这 董事长不是出差去了吗 应该是我看错了 苏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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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总 您作为半堂集团董事长 跑到我这小破屋子来闹 不合适吧 我要见他 我有东西要给他 他已经睡了 你要睡在一起了 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他睡他的 我睡我的 我分过来 你叫他过来 我有话对我说 你有什么话对我说 好啊 你过来 你过来 苏饭饭 谢谢顾兄 他已经走了 嗯 还是忘不了他 是的 你为什么喜欢梦林船 一开始 是因为使命吧 你还要跟我回去和苏花公主成亲呢 我的使命是带您回去完婚 后来 变成断不了的 也忘不了的羁绊 不过 既然他已经决定和林小姐订婚 我会祝福他的 你想忘了他吗 好 我帮你 我只是想帮你 加一点热水 谢谢顾兄 好好休息 明天带你去一个地方 顾兄 我们还是回去吧 这个地方 寒了 反正老天爷都不给我们面子 顾兄何处此言 本想带你出来算下心 没想到吧 下去 没事 下次有机会 顾兄 这么大的雨 我们出去要多久啊 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你们俩又被什么骨头约魂 怎么阴魂不散啊 天魂不散 我会像狗皮糕一样贴着 你怎么甩都甩不掉 杜范范 你不许离开我的世界 顾总 你这样 快过去吧 你送你家开的 你 明天是我开的 坏消息 前面山体滑坡了 你们谁也走不了 好消息就是 今天是周末 保育家败 这样的话 咱们还是三生住下吧 住着 好吧 什么好吧 你想跟谁住 反正不是跟你住 跟你住啊 你怎么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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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吵了 还有两个房间 你们都可以住下来 跟谁住我安排 好吧 走吧 做他的 追我一走 回来吧 回来吧 你们小两块先走吧 我来催你好吧 你什么小两口啊 他俩什么时候扯小两口啊 你看我 不要胡说八道 我不要脾气了 我不会让他俩就一起了 哎呦 好好好 哎呀 晦气 哼 过去点 挤着我的 谁挤你啊 挤着我的呀 别挤着我 哎呀我挤你怎么了 我挤我挤你 我挤你 我挤你 李川 别装小孩行不行 我哪里得罪你了 顾总 你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呃 是 哎哟哭了哭了 呃 喂林总 莫尼川 都十一点了 不是说好了要开视频会议吗 你怎么还在睡觉 啊 十一点了 林总 我一会儿跟你说啊 哎 顾总呢 快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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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兄 你有什么事吗 今天我想做个了结 无论是好时候 你 是什么意思啊 我从第一眼见到你 就开始喜欢你了 你愿意跟我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吗 给我一个答案 给我一次机会 就一次 我想让你忘了它 顾兄 我并不想这样 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一周之后 我在国外有一个分位杂志的访谈 我希望你能够一起帮我 可以吗 还是算了吧 帆帆 我们不是朋友吗 或者是想要一个熟人来帮我 我考虑一下 你又把苏范范骗到哪儿去了 和你有关系吗 苏范范是我的人 不要忘了 你可是有回约的人 苏范范 森范范范 Use NguB ihrник 范范范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经常到外面睡吗 跟你男的睡什么 莫总 辛苦的 林川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人家等你好久了 可欠 我完全全不想到 今天我来 就是跟你说 我要跟你退婚 林川哥哥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现在退婚 我爸一定会撤资的 到时候公司出大问题 你可想清楚了 你觉得 我是一个为了金钱 不要爱情的人吗 而且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心里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苏范范 莫林川 你这么急着赶回来 就是为了给我说 这么件好事 我一刻都等不了 还不走 小周 莫嫂 有什么反复 最近帮我观察苏范范 她最近有任何行为 都向我报告 曾经 我也很想得到这个相当 这个相当对你就那么重要了 这是莫林川送给我的 那能给我看一下吗 你干什么 范范范 我要出国了 和我一起走吧 我已经这么麻烦你了 不麻烦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作为朋友 你真的可以深处考虑一下 苏范范 苏范范 那可不是苏范范的相当吗 范范范 你去哪了 为什么要躲着我 苏范范 我现在以太子的身份命令你 立刻出现到我面前 到了那边不用担心 我会搞定一切 相信以你的学习能力 赶快会学会他们的语言 林川 范范 你考虑清楚了 我考虑清楚了 莫林川你疯了吧 你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吗 玉前带刀侍卫统领苏范范听令 开心一点吧 跟我回家 只是命令 每次都是你护我中卷 这一次 让我守护了你一生 漫画大戒曲我看了 你的手稿里我们结婚了 可是现在 你为什么还没有醒过来 恭喜殿下即将和公主 你怎么还不起来 看 这是你最喜欢的香囊 等一下 一言了 我不知道我还可以照顾你多少年 我们不是说好了 要永远陪在彼此身边的吗 你为什么要现在放弃啊 你为什么要现在放弃 灵川 灵川你醒了吗 灵川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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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快来看看 灵川 我们走了 走走走走 都给我滚 金社长 金社长 灵川有醒来的征兆了 恭喜啊 有什么事吗 没事你就走吧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件事 我希望 你能帮灵川 把后半部分的漫画出版了 我希望灵川在醒来之前 可以看到他的漫画 在全会出版 这样他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苏小姐 你是瞎吗 你没看到吗 我现在正往这破产呢 别转下 靳总 我们拿走他 拿走拿走给我滚 还出版漫画 周末灵川那个破漫画 爱谁掏钱谁掏钱去 我是不管了 金社长 你和灵川一起努力了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这本漫画能全国出版 你怎么能现在说放弃呢 苏小姐 你还想他害我害得不够惨吗 我已经没钱继续做漫画了 不就是讲一个小事呗 来到了现代 和太子一起去看什么流行语 还有什么甜蜜败送的项目 在桌子上打滚 什么红浪谷 这都什么鬼啊 失忆这种烂考 既知烂死了 太烂了 你看 这些剧情 你都能背下来了 我只爱钱 我只爱钱 懂吗 走 赶紧走 走走走走 走 要不最后试一次吧 哎 林总啊 我就是那个小金啊 对对对对 我就是那个搞破漫画的小金 我想问你一下 你这几天有空吗 我要跟你说一下 就是莫林川出版漫画的那个事情 哎对对对对 哎哎哎哎哎哎 好嘞好嘞好嘞 嗯 林总 不好意思来晚了 听说你有意向投资我们林川出版的漫画 啊 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林川的女友 苏范范小姐 苏小姐我们很熟悉啊 一年前我们公司啊 派她到北方 她拒绝了 抱歉啊林总 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儿子 星星 小林总好 苏小姐 你好美好美啊 林总 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跟您说 林川最近的病情有所好转 我想在他醒来之前 让他可以看到他的漫画在全国出版 所以之前跟您说投资漫画的事 今天不谈投资 谈你和我儿子婚事的问题 林总 我之前就告诉过你 我只爱林川一个人 苏小姐 这是你第二次拒绝我了 我和您儿子之间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 能不能投资林川的漫画 哼 还是忘不了 莫林川是吧 他现在还睡在病床上 是一个废人 难不成 你愿意跟这样的废人过一辈子吗 喂苏小姐 莫先生他醒过来了 你快过来呀 我马上过来 苏小姐 今天出了这个门 莫林川的漫画 别想见光 范范 你放心 我就算是达国媒体 也会让林川的漫画书版的 你快去医院看看他吧 谢谢 就凭你 就凭我怎么了 林川是我的人 你凭什么说他是废人 信不信我揍你 走 咱们不跟这么没有素质的人玩 放开本宫 放开本宫 你们好大的胆子 本宫要回购 本宫要回购 苏护卫 苏护卫 你为何现在才来 知道我等了你多久吗 林川 我来带你回家了 苏护卫 你确实做事呢 给 王哥和车钥匙都给你了 记得早点把钱拿给我 老金啊 你到时候打算拿来个钱 投资什么呀 卖话 老板 这边有很多数量都在反馈 供给应求啊 老板 网络中心里面有几家APP 想我们授权赌奖 赌奖个屁 我要全网发 又林川 你这气要是红凉 你还不得感谢老子 老子自己都被自己敢动了 你们 快快快 给我动起来 漫画发行一周后 在网上反响很不错 很多网友都被 沐凌川和苏范范的故事打动 但是林川的记忆 还是没能恢复 伟大的漫画家 沐凌川先生 今天可是周末哦 本侍卫打算带你去玩一下 怎么样 林川 林川 我为什么居然想不起来了 别着急 慢慢想 我想不起来了 我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很陌生 就发现我自己的记忆 应该是错误了 可是我就是记不起来了 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声音 今天 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日子 没事的 这正常 是一种病毒 我想办法 我想办法把它唤醒 你要怎么做 换衣服 我带你去个地方 林川 等等我 就是这里 这不是漫画的场景吗 林川 林川 林川你在哪啊林川 你好 有什么需要帮助到您的吗 请问 你有看到一个穿着太子衣服的男人吗 我们这里是古装婚庆园 每天都有很多床古装新衣服的人 你要不自己进去看一下 古装婚庆园 是啊 你身上这衣服也挺精致的 很适合在我们这里拍照 林川 我来过这个地方 你来过这儿 嗯 所以说 你把这里的场景 画成漫画了 太棒了 你再想想 你来这儿干什么的 我好笑 在这里藏了一个东西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别着急 是什么呢 翻本想 我等你 想起来了吗 你把这儿的场景 画成了漫画 难道 跟漫画有关 为什么在你的漫画里 我是公主 你是侍卫啊 我不管 我要当你的侍卫 你来当太子殿下 我保护你 我感觉 和你有关 和有关 从现在开始 本太子封你为 玉前代 刀侍卫同意 好 难道是我们 什么意思的地方 你先起来了 我先起来了 我在这里放了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原来是想等 一个合适的时间 来人家 真理 向你求婚 我没想到 然后才带你来这儿 我愿意 如果流星里来了 你想取什么愿 我想 我们永远在一起